今日 大家玩Pokemon Go 已經玩到瘋狂的地盤 究竟 這件事 給我們香港 有什麼興奮呢 今天 我就要跟大家 劃心一點 劃替大家自己 大家過往打手機遊戲 都是保持著頭抖抖 見到錢都不會收拾 但自從有了這遊戲之後 大家都抬起頭來 拒著做低頭軸 你看一下 一天都是蝙蝠 一街都是訓練 中央是一代中央 他研究了這遊戲 已經很多天 我們特意專程訪問他 對於這遊戲 一些有獨特 又正面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兩題 首先Pokemon Go 多數都是抖低頭 去找小精靈 但你找到之後 你就會抖高頭 側面這樣 抖低頭 抖高 跟人聊聊天 你捉到什麼 捉到什麼 其實對頸的動作 其實都是一件比較正面的東西 其實遊戲是要走理數 其實都會訓練到一些人 不喜歡做運動的人 混在冷氣裡的人 在陽光底下 或者在室外 吸收新鮮的空氣 走走路 走多點路 都是好事 我覺得盡開 根據亞太區 有一天成為 亞太區的研究報告指出 大眾的低頭角度 由60度 大幅提升到45.7度 單單是香港區的數據 角度還提升到30度 除了老爺 大叔 和年輕人 家裡的小朋友 都打得一手好機 分分鐘更厲害 你看看 那些小朋友多好抽 今時今日的家長 都和小朋友一起打 這樣才可以和小朋友打成一片 打開話題 沒有這遊戲之前 你媽媽會不會經常帶你出來玩家 都會 之前很少帶她去 是不是假的 如果她讀書乖的話 我帶她去歐洲、澳洲、美國 人家的怪物很厲害 我到時就帶她去中 但是 你現在什麼程度 一隻怪都差不多一千多了 其實最初呢 我不是這麼賺錢的 因為我怕小朋友 一開始之後就會沉迷 但是發現 原來她身邊有很多人 都在玩這個遊戲 她可能上課 和一些同學仔 她就會說到這個遊戲的東西 我又不想她完全和這個世界 好像完全隔絕了 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就嘗試讓她接觸一下 讓她知道其實這是什麼 你現在一天玩多少個小時 我不知道 只是一次玩而已 是嗎 知道 現在的小朋友和家長是這樣的 不是啊 你再找她看 多親密 多親密 我身為一個運動員 其實都很樂於幫助小朋友 去成為一個最佳出色的精靈訓練員 希望她們長大了 好像我一樣 阿Pay自稱是一個運動員 她強調每天都會做運動 以前她沒有時間打遊戲 但是現在她將運動和打遊戲 已經融為一體了 收一個運動員 是需要日夜鍛鍊去取勝 沿路看片每個都市 飛過陸上片片片山中 這個遊戲 能夠令我將竹寵物和做運動集於一身 我真的很喜歡做運動 其實 又有東西抓了 依然她不喜歡我在家打遊戲 現在又可以一邊打遊戲 一邊跟她出街 你說多好 嘩 有東西啊 嘩 不行啊 嘩 簡直是Win Win Win雙贏 三贏 四贏 你們有沒有發現 雖然一街都是人 但是爭拗少了 矛盾又少了 這個世界突然間有種共同的語言 大家開車安全了 後巷出事的機會都少了 很多人都說這個遊戲 令到大家的生產力都降低 甚至會引發經濟衰退 但是大家實在想得太膚淺了 我找些例子給大家知道 大家怎樣可以在這片蝙蝠海中賺大錢 香港人 常常說夢想去做一個好的寵物訓練員 我覺得實在太膚淺了 所以我現在 開了自己的工作 全職去玩這個Pokemon Go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很多機會 看來我現在 基本上 持續都是五部機一邊玩 一四部機就拿去充電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個20個 教你用吧 剛才這傢伙幫我買了20個尿袋 這次Podcast Online 真是商機無限 我每天買尿袋 只買了300個 轉頭也賺幾千 不止這樣 我將來想著 有一個電話 加尿袋 一聽過 讓他們一次過買完 不用怕沒得用了 還有 剛才這傢伙不止買尿袋 還買了帳戶 給我 我一個轉手 賺幾兩匹 這個真是商機無限 除了賺錢 我們都很重視環保 但是Pokemon Go 怎樣可以令大家環保一點呢 大家因為玩了這款遊戲 開少了車 少了車在路面 又少了留在家 炭冷氣 看電視 用電腦 那就減少了炭排放 我覺得 簡直要頒獎 諾貝爾和平獎給這款遊戲 他們真的不是毒的 他們是拯救地球 只要這款遊戲 那世界就和平了 相信大家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都很清楚 究竟這件事 對大家有什麼好處 都很難看 死開了 死開了 今集的死人都差不多了 希望就下一次吧 有什麼好處 你真妳有什麼好處 那是誰 有什麼好處 沒有什麼好處 你都喝醉了 那是誰 你都喝醉了 你喝醉了